邦汝 好香啊 這個是法國的香味 那今天我要告訴大家 一個很簡單 也很浪化的作法 那一開始 我要借那個門包 借一半 那我現在要烤這個麵包 大概五分鐘 這樣讓它脆脆 現在我要煮那個 九層塔薑 我要用松子 九層塔 橄欖油 大蒜 PARMESAN CHEESE 先放那個九層塔也 這個 真的很香 我們在法國 自南法 我很喜歡用九層塔 橄欖油 兩個糖色 然後那個松子 對啊 要看出你們吃話 比較濃 所以比較臭 嗯 很好吃 那些雞 乾蒜 橄欖油 九層塔 真的是很難發的味道 每個九層塔 在法國廚房裡面 都有一批 九層塔的食物 我也放義大利麵 短飯 沙拉 都會用 好 九層塔 好香 這個差不多 我只要加一點點 好吧 加 九層塔醬 麵包 OK 脆脆 脆脆 拿那個麵包 切 我希望大家 不要放太多 因為那個口味 滿足的 等一下 我們要放那個火腿 可以 西班牙火腿 西班牙火腿 最後 換一切 我再開來 我在台灣還滿貴 所以你們在家裡 可以用其他的起司 那個起司 會在那個麵包上面 融化 那現在我要 把那個麵包放炸 烤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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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一定很好吃 很好吃 如果你們 在家裡 親一些朋友 我認為你可以做 這種菜 最需要的麵包 就算它 橄欖油 但是很簡單 如果你們喜歡 下次你們可以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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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